我想吃滷味 我可以中間一個方家的一個星期 自己坐飛機到台北 本來就是找了Tony之後 就是有想到有演員 結果我再提議說 不如阿飛約阿Gay 因為跟學友其實相對比較熟 然後他也在安排 跟公司啊什麼都已經在安排 結果就已經打印了 只是疫情要延期 結果他就沒辦法了 因為疫情完之後才能再拍 結果我在想的時候我就說 不如不如找法格 這樣邀請嘛就問一下嘛 他可以say no啊 所以就試試看 就是有種 鍛鍊自己要面對拒絕 被拒絕的 的一個 一個課堂吧 我很享受跟 跟Tony在 在對戲阿 他真的很厲害 他就是 整個衣服都是已經 他自己去買的耶 他自己真的真的 都是他自己準備的 他就拿一個背包來現場 背包就放進去 然後裡面也有食物跟水 因為他的角色是一個很溫暖的 開鎖先生 所以其實 我只是 不要 就不要被他的溫暖 暖到就 但還是 還是有暖到啦 但是我的 我還是演一個 真的是 比較有色恐的一個人 可能 有一陣子 可能會有一些 就是 也不是色恐 就是 就是 希望 安靜一些的 對 其實人 年長了 而且我應該可能是 可能因為我是 屬 屬虎 就喜歡在山上一個人 一條 一條虎的 喜歡一個人的時候 獨處 對 不用騷擾我 對 我自己一個人去看電影 要反而去 去吃 吃拉麵也 就是一個人 也 不用 那這個就要 又 又講到 我的上升星座 就是 巨蟹 回家就變 巨蟹 巨蟹星座 過了四十歲就 我沒有想過 但是我 我相信會 肯定會有一天 不會唱吧 其實我也沒有想要活到多久 還沒需要想這個 這個問題 但是還是會 開始有 很自然的就會去養 養生 差不多養生的那種 那種生活方式 我今天才喝第一 兩口咖啡 我都沒有喝 一個月了 因為我生病之後 就回到香港 看完醫生 就其實一直都在休息 我都幾乎沒有出 我一個星 一個禮拜沒有出 離開家門的耶 我沒有出 真的我可以 我是非常窄的 可以非常窄的 也許 如果下一次應該去高雄吧 因為我有去過高雄 好幾個場地 我也好久沒有去過高雄 高雄台中也可以啊